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达意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 我是主持人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如何正确养生,科学养生 现在的年轻人流行喝最贵的补品 熬最长的夜的养生方法 让人觉得又好笑又无奈 养生其实并不难 关键是要养得正确,养得科学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养生,科学养生呢? 1.饮食健康 食谱是养生的常用之道 凭日饮食中只要多注意各类营养的均衡摄入 荤素合理搭配,清淡饮食 少吃一些油腻油炸,心脉刺激性食物即可 2.适量运动 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基础代谢等等 因而运动也成了养生的不二之选 养生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还要根据自己的体能情况合理选择运动种类 并做到适度适量运动 这样才能够达到科学养生的目的 3.下口常开 在养生方面,情绪的调控也是关键要点 不容小叙 平日里应注意心情的调节 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 下口常开才是良药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